國旗轉換成VBA 那一樣可以當我下拉的時候 它一樣會自動幫我把這個東西給產生 那我們其實做法上面 將來等於是又回到剛剛那個 用函數的最早 最早的時候我們做什麼 1到7 有沒有然後呢 再一直到42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做第一件事情 在這個先建立一個表格 那用VBA怎麼做 其實基本上前面都寫過了 其實如果你要產生一個1到42 for i 等於3到8 for j 等於1到7 對不對 然後這個sales ij 裡面等於什麼 等於的就是 先j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j 那j放進來對不對 OK 那後面的話加上什麼 它的倍數 對 倍數的話本來是用Row 對不對 那現在Row其實就是i 那就是把i怎麼樣 減掉多少 減掉3 乘上7 公式就做出來 丟給誰呢 丟給sales ij 誒程式不就跑完了 我看一下 應該是這樣子沒錯 所以呢 我們雲端上面寫的第一個先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再把剛剛我的東西先貼上 我看一下 所以基本上寫完的結果 沒錯 這個我好像寫很久以前寫的 一模一樣 所以基本上我沒有背 都是用理解的 就是我的程式邏輯 基本上是我看到什麼 再去把它陳述出來就好了 那這種寫法我想跟一般的書籍裡面 你看到的是完全是不一樣的 其實你們去買幾本 大家都有買過VBA書籍 不過我的寫法跟他們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 他們比較會常用到所謂的物件式的寫法 物件導向就是說它會先set 會先定定義一個物件 然後再set這個物件它的範圍在哪裡 那可是問題我發現那個 因為物件導向的好處 是把一些實體的東西變抽象 就是抽象化 那當然抽象化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運用的就是可以更為簡便 但是問題是要繞一圈 對各位來說其實還蠻障礙的 但我以前有試過了 我發現那種方式不好 所以我後來為什麼會寫成這樣子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這種方式比較直覺 也應該比較好理解吧 第二個就是說 程式寫出來也比較簡短 所以我會這樣寫 那如果你將來慢慢寫